在那个4.x以后的版本 它本身内建有Google地图 才有办法执行 否则的话如果我们现在用这个模拟器的话 是没有办法run 为什么?因为它这个模拟器里面没有 什么呢?没有那个Google地图 这个版本是 除非你要把 2.33里面有一个版本是叫做API的版本 那个API的版本里面才有地图 不然你现在按显示地图它会 直接 crash掉 因为它找不到地图 如果说你要搜寻 假设说按一下搜寻 那里面的话呢 会自动跳出结果 比如说Google搜寻什么 Google搜寻关键字就是 比如说吴老师好了 自动就出来了 其实如果你们要run SEO 希望能够排到前面去的话 其实也可以怎么样 写一个APP 背后执行 这一件事情 run完就把它关掉了 那这样的话你每一只手机都run你的关键字的话 这个最好 但是要背后执行 这件事情 所以 你会发现 这个 而且 尽量不要让人家 就是说 知道 这个 如果user也不知道的话 他也不知道说 你不 而且可以 隔一段时间 去search 你不要一直search 这样量太大了 Google会把你列 可能会列为那个 黑名单 诸如此类的 其他的话 我想 这个方法都差不多了 各位可以参考 云端的 其实 只要 把 这段程式码 复制贴过去 有没有 run一下 应该就OK 至于其他的 部分的话 请各位再自己 揣一下 因为里面 有蛮多的 然后把它贴上的话 基本上它 多建一个button 然后搜寻的部分 是在 在这里 然后 然后这边会多一个 这个是一个 额外的那个 一个 类别 这个类别的话 是enjoy的 那所以你到时候还是要汇入 如果你没有汇入的话 它会产生错误 所以我这边已经有汇入 这个 叫做 社群manager的这个 类别 OK 然后后面的话 提供给他一个字串 就可以 做搜寻的动作 程式码就贴过来 直接run就没问题 但是呢 map部分的话 你要提供给他一个什么 一个经纬度 那这个经纬度的查询 在我部落格里面有教了 非常简单 比如说要查总统府 你就可以直接在 Google地图上面 搜寻一下那个总统府的关键字 搜寻到之后的话 你就直接在哪 在在这个地方 直接在Google地图上面 搜寻那个总统府这个关键字 另外 按下那个滑鼠右键 其实就会自动显示出来 所以将来如果各位要用那个 要找 经纬度的话 其实非常简单 总统府 比如说这个是这个 这个 那他会打一个地标上去 这个A出现 在这里 按右键 就会有个 这里 这是哪 哪里 点下去 他就会自动怎么样 帮我